人民大会堂北门外 礼兵分裂两侧 号手吹响迎宾号角 使节们相继抵达 穿过旗阵 沿汉白玉台阶射击而上 在巨幅壁画江山如此多交钱 习近平分别接受使节们递交国书 并同他们一一合影 他们是 新加坡驻华大使陈海权 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斯 阿联酋驻华大使哈马迪 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坎贝尔 乌克兰驻华大使里亚比金 伊朗驻华大使巴赫第亚尔 格林纳达驻华大使马延 通尼斯驻华大使阿拉比 古巴驻华大使白诗德 比利时驻华大使安博宁 赞比亚驻华大使奇乌鲁 瑞典驻华大使欧斯城 波黑驻华大使贝尔阳 波兰驻华大使古天卫 科威特驻华大使纳吉姆 赤道几内亚驻华大使奥巴马 卢森堡驻华大使鲁瑞朗 厄瓜多尔驻华大使科尔多瓦 洪多拉斯驻华大使蒙卡达 阿塞拜疆驻华大使胡塞诺夫 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奥马尔 肯尼亚驻华大使贝特 哥斯达利加驻华大使奥尔图诺 亚迈加驻华大使威廉姆斯 阿尔吉利亚驻华大使拉赫桑 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马克西姆 马来西亚驻华大使诺曼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 塞拉利昂驻华大使卡里姆 东蒂汶驻华大使罗瑞 白俄罗斯驻华大使切尔维亚科夫 阿富汗驻华大使阿富汗驻华大使卡里姆 老挖驻华大使 老挖驻华大使宋鹏 波利维亚驻华大使 波利维亚驻华大使西莱斯 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县志 保加利亚驻华大使特霍夫 所罗门驻华大使 索罗门群岛驻华大使 李振凡 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 毕达武 捷克驻华大使托姆乔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吉斯德 亚美尼亚驻华大使格沃尔克扬 递交国书仪式结束后 习近平在北京厅对使节们发表集体讲话 习近平请使节们转达对各自国家领导人 和人民的新春祝福和良好祝愿 指出中国珍视同各国人民的友谊 愿在平等互利基础上 同各国人民深化友好情谊 扩大互利合作 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希望使节们全面深入了解中国 为双边关系拉紧合作纽带 搭建沟通桥梁 中国政府将为使节们履职 提供便利和支持 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中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中国是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是让14亿多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这对世界来说意味着更加广阔的市场 和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将为世界各国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 习近平指出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 中国一如既往 以人类前途为怀 以人民福祉为念 努力为人类和平和发展事业 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 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